因為曾經有一個節目是 叫時尚玩家的主持人 他是女藝人叫阿諾 這個阿諾在朋友的介紹下 認識了一位工程師叫Alan 這Alan在Google工作 年薪高達五百萬臺幣 那麼兩個人的戀情 歷經許多的波折 後來阿諾放下了演藝工作 到美國去追尋愛情 也生下了一個女兒叫丁湘瑜 那麼可是最近傳出了婚變的消息 那請大家看一下 那這是阿諾 那這是他先生 那兩個人現在離婚了 這他的這一個美麗的千金 那整個情況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請這個志偉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其實阿諾他這個離婚的事情 其實在演藝圈有傳一陣子 那當然他是在昨天 他自己發了臉書 然後跟大家證實這個事情 因為週刊報導了 那他在他的社群上面有講到說 他是的 我們離婚了 這段關係呢 他做了很多的努力 雖然無法繼續走下去 但是我們有很活潑可愛的女兒這樣 那當然在他傳出離婚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在去年就有聽到消息 那他自己後來也透過經紀人證實 因為他覺得他的先生並不是圈內人 他想要低調的 就是不用刻意去提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知道媒體都會從你的社群 軟體看出一些端倪跟蛛絲馬跡 以前都會跟老公一起 然後還有小孩合照 去哪裡玩 那或者是說一起育兒的一些經驗分享 怎麼會後來從去年的三月份開始 就只有阿諾他自己跟他女兒 所以就會知道說 他這段感情可能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當然大家就會想是不是有第三者 或是有什麼樣的婆媳問題嗎 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後來知道是說 這件這個婚姻會破裂 因為他先生Alan有講說 你是一個一百分的媽媽 可是是一個不及格的老婆 那這樣子乍聽之下 會想說是阿諾做了什麼樣的事嗎 後來了解之後 其實他們在去年三月 就要協議離婚了 七月的時候離婚 那到現在九個月之後 才正式跟大家確認說 對 我離婚了這樣 那我對阿諾的瞭解 其實很早之前就認識他 因為他在我服務的公司 擔任這個美食節目的外景主持人 那我們跟他的經濟公司也都很熟 我也曾經去採訪郭阿諾 他是一個很活潑 然後就是很省錢的女孩子 我的印象 那時候我去拍他家 去訪問他家的時候 他是住在一個頂樓加蓋的 印象中好像還是鐵皮屋 所以那時候夏天熱得要死 然後他說志偉哥 因為你來採訪 所以我就開個冷氣給你吹 我說那你平常不吹冷氣嗎 要省電 很貴 我一個人在 因為他就是在外面租房子 在臺北打拚 所以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這樣 後來知道說二零一五年 就是他想要 他就請辭節目 因為他要嫁到美國去了 那時候大家都很意外 就突然之間 所以就會猜說 你是不是未婚 懷孕 所以你要趕快嫁人 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他透過朋友認識 認識了他的前夫Alan 當時其實兩個人本來要結婚 後來卻告吹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那傳出來是說 阿諾覺得他既然結婚 一生只有一次 他認為 所以他希望這個婚禮是很風光的 現在真的不要有這種觀念 因為一生不見了一次 對 所以那時候他就想要有一個 他就想要有一個 不是只有拍婚紗照 女人婚紗照你挑一百張 你都挑不夠的 那他想要有一個很很棒的婚禮 他要在五星級飯店 但是他先生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辦那樣子的婚禮很浪費 沒有必要 必要為了面子怎麼樣 他就覺得他先生太小氣 所以當下就跟他說 你太小氣 我不要跟你結婚 所以就毀婚 兩個人就沒有結婚 那一直到了二零一七年 阿諾他對女生來講那個事情還蠻重要的 那個儀式 對 對很多人來講那是一個儀式感 所以他們當時沒有這個共識 後來就分手 就是沒有結婚 一直到二零一七年過了兩年之後 那個阿諾還是覺得忘不了這個前男友 所以他就追愛到美國去 就放下他的演藝師 就真的不工作了 就到美國去把他追回來 那兩個人也總算就結婚了 那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結婚之後 有過了一段這個遠距離的夫妻關係 因為阿諾他還是要在臺灣工作 他老公在美國 所以就彼此之間就維繫著一種 人家所謂的距離的美感 小別慎心 對對對 像林怡辰跟他先生 有一陣子也是這樣 所以一切都還OK 但是直到二零二零年 他的女兒出生之後 這個先生就發現說 他的太太的問題很大 因為阿諾他有非常嚴重的潔癖 尤其生了小孩之後 他就怕他的女兒就是 可能會被細菌傳染 或是哪裡不乾淨 老公明明就是拖過地了 擦過桌子 他就不放心要全部再做一次 那甚至就是說 很多小孩要吃的東西 他一定都要親自做 那也有說送他小孩去這個 我們講說去那個托兒所 就是他送去 然後就站在門口 等半個小時 然後自己在門口哭 通常都是小孩哭嘛 就是媽媽哭 然後他就就半小時 就要看一下他女兒有沒有被排擠 有沒有怎麼樣 其實他小孩到現在才兩歲多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這個媽媽他有多神經質 那他甚至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也拒絕他的媽媽 拒絕他的婆婆 來看他的小孩 完全不接受 那讓他先生覺得說 你自從有了女兒之後 你眼中還有沒有我這個先生 你take care小孩 我很感謝你 可是是不是也能夠照顧我一點 你知道他們本來夫妻 一個在美國 一個在臺灣 那阿諾等於是在臺灣生女兒的 第一時間 其實他的婆婆是住美國 是沒有看到小孩 那他後來是他老公 帶女兒去給媽媽看 但是因為疫情總是不能兩家 一家人分隔兩地 所以他先生從美國回來臺灣 一起要照顧小孩 但卻因為疫情的關係 常常要在一起 摩擦就更大 最後真的沒有辦法走下去 原本還想說可以再試著看看 是不是能夠彼此協調 但最後還是協調不了 最終離婚 在美國的時候 一個人在臺灣 一個在美國好想他 對 那當回來在一起的時候 就好想扁他 真的 好 這個阿諾 他其實在節目上透露說 女兒出生以後 因為育兒觀念跟先生 有很多衝突 那如果老實講 這個這個觀念 也會跟我有衝突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在養兒 我們養三十隻蠔 三十隻蠔 三十隻蠔 我們經過的都是雞腿 我記得我的哥哥 我最小 我哥哥他那個糖果 吃到一半掉下來 夭壽 那個迅雷不及圓了 撿起來趕快吞下去 有計時也沒關係 有雞腿也沒關係 雞腿我自己去 糖果 我好想吃糖果 你看我現在長成這樣 我意思就是說 大自然有一些病毒 其實也是需要 以他共存 那這個他曾經在 阿諾曾經在因為半夜 買不到奶粉 在馬路上大哭 跟先生 讓先生壓力很大 東東你覺得 你能理解他的心情嗎 我非常能理解 像吃雞腿就有事 就是小時候坦白講 我們也是不甘不禁吃了沒病 那種 那種想法嘛 可是我必須說 女人在生了第一個小孩之後 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心態會改變 像我曾經就因為我先生 跟先生的一些衝突 就是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剛出生不久 第一胎的時候 出生不久 他抱的時候 因為男生有時候 很魯莽你知道嗎 然後媽媽懷胎 十一月生出來的小孩 然後你這樣說抱 這樣抱 我們就 很焦慮 然後很緊張 或者是他幫他拍背的時候 我們拍就是 我們要想拍個角度 就幫他拍拍拍 男生怕怕怕這樣 要有聲音啊 我們會害怕 然後我們會 好像會讓人家感覺 我們很神經質 可是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自己就是變成這樣子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生 就是懷胎十一月生出來的小孩 然後就會因為有這樣的增值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 我先生 因為可能他沒有生小孩 他小孩不是他生的 所以他有時候開車 在高速公路 開太快 我們當個媽媽 這好怕死 就他開太快會超車 我們都會覺得 天啊你是不顧及 小孩子的危險嗎 還是什麼都會很 有一些焦慮的心情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是 那時候剛生完 都沒有化妝 然後整個人都拉哩拉遢的 然後很憔悴 很蠟 他就很熱情的 要邀請他的親朋好友來家裡 那有什麼關係 來醫院看我 你在坐月子的時候 就我在坐 我還在 剛剖腹完 然後在醫院 所以你不想 我不想啊 然後先生就會有一些 他好像不關你 他好像沒有想到你的心情 他說人家你剛生完小孩 這是我們第一個孫子 大家都想來看啊 人家不是來看你 人家是來看孫子 那我心想說 可是我就躺在病床上 小孩就在我旁邊 然後隔天他還是找 他的親朋好友來了 而且身材還沒退 超醜的 現在看到照片 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有朋友 做他的經歷 做什麼事 小孩